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华女博士真实感受 海龟后生存真的难极大的落差专题 海龟相关心 文汇总在美国带久了的小伙伴 有时候也会吐槽 哪里是天堂 生活 有够无聊 食物也不合胃口 花了大代价离开国内的舒适圈 也不是 没后回过 然而 也有刚回国的华人说 回国后刚开始觉得挺好 然而 过了段时间又发现 还是回美国好 留美还是归国 今 天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 作者是一位海龟女博士 由于家人的压力 几年前和丈夫一起选择回国了 没想到的是 不管是在工作 交际或 食衣食住行上 都感受到了极大的落差 连串的打击让他后悔当初的 决定 海龟千万要想好 能留在国外的尽量不要回来了 付注 以下文章是节选 且因为物价变动关系 可能文章的金额与目前会有 差异 虽说现今的大陆正处于发展的阶段 有各种各样的机会 但观 忽留美还是归国的抉择 还是不能盲目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我的经验 首先讲讲我们的背景 我跟丈夫同龄 属于巴士后 没有孩子 在美国都不是毕业 目前在国内一线城市 关于工作 一 我的工作 我专业是IT行业 在美国是属于热门专业 所以毕业后在美国工作 聊两年 刚好因为公司在大陆扩张 建立研发中心 所以我就要求回 国 我本来心里期待是工资不变回大陆 但是后来大陆的HR人资 把我打击得稀里哗啦的 最后以年薪被砍了30%收场 我当时心 理想算了 至少能回来跟丈夫团聚 就算损失点也就拉倒了 但是心 老板却认为我这样的工资还是高的 因为他还招了别的人 我的教训 就是 如果要海归 就一定要有一个管理层的职位 一定不能像我这 样随便就归 这样别人不但不重视你 反而会变本加厉的欺负你 我 觉得是因为我们在美国很多年了 习惯了对人 nice 根本不会去 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于是别人就觉得你是傻子 2. 丈夫的工作 丈夫是属于裸归的 毕业后就被父母忽悠回来 他是在一个央企 1. 家国有银行的总行 这份工作表面上看来挺风光 其实是超级积累 国内的银行的管理模式很怪 总行就是个大机关 并不涉及具体业务 主要任务是管理下面的上百家分行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国内的 人都觉得这是个超级好的工作 他的那些同事个个都是钉子 要么家 理为高竿 要么父母为他们银行的战略客户 要么是部队的 可问题 是同事们基本上不是什么好大学毕业的 还有不少海归 99%都是 英国或美国十个月拿来的硕士 基本上这样的人是不干活的 因为 他们都很有背景 不用干活 老板们也不敢让他们干活 我丈夫是个 非常聪明 也是个很认真的人 老板好不容易有个能干活的 就使劲 用 他基本上是每天加班 周末几乎没休息过 国庆全加班 同事们 也把活都扔给他干 谁叫你能干的 于是丈夫就成了他们部门的老模 他们老板还是非常赏识他的 但是他做了两年后身体严重透支 老板跟他来了一句 我们这部门99%的人是不想上进的 因为想上 进的人都没前途 于是老公彻底崩溃 来说说丈夫的待遇吧 国企招 平时居然不跟你谈待遇 你只能到内部去打听 而他的工作是他父母 给找的 去上班前搞得神秘 上班的第一天 人事的人说你们这批心 来的人 工资奖金打对折 因为社会上对于银行的待遇 很有意见 我 丈夫气得差点没吐血 所以他的待遇应该算是较糟糕的 结果不如他 满分行的一个贵员 国企做事情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的 国内银行的管 里基本上还是一个原始社会的性质 赚钱几乎是靠关系的 国外的那套根本没用 人家根本不需要什么先进的管理 工作效率极其低下 看到大家经常羡慕在国企上班的人 我觉得如果你是个上进的人就不 用去了 除非你家是个部长以上的官 要么你就是进去混日子 以后 也别想调操啥的 大陆银行业3 说说 生活 一 都说国内的衣服贵 我回来一年了 DL捡了不少 我一般都去商场逛 总的来说 在节假日打折比较多 一般是五折 一般牌子 非名牌 折完了 价格其实还行 当然与美国的白菜是美 法比的 一般要三百至五百人民币 冬天衣服一般一千出头 面料也不怎样 在国内我们是不买美国的牌子的 太贵了 如果你想穿的稍微正是体面一点 国内的衣服是非常贵的 我们就是出差的 时候美国或者香港买点 因为现在还有在美国炖的大量的衣物 因此 基本不买东西 食 我一般就去家月府买吃的 因水果比较贵 鸡 本跟美国看齐了 蔬菜还可 价格为美国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但是 食品安全是严重问题 我们家有次吃了家门口一个超市的 猪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